不安防 圣地百姓不安防 别合法 你将这尘交给我们 让高高的身体不学习 直到我们感见呼吸 主 我们同心到你面前来 我们敬拜 敬拜就是我们的侍奉 恩待我们 越敬拜越喜乐 越侍奉 越甘甜 自从我接受主耶稣 他成为我主宰 自从我跟随主耶稣 我感到是封他 越久越甘甜 我感到是封他 越久越甘甜 我感到越爱他 祝福更加甜 是我父被满意在地 如在天 我感到是封他 越久越甘甜 自从我接受主耶稣 自从我接受主耶稣 他成为我主宰 自从我跟随主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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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到时封他越久越感变 他自相 他自相 得要你需要 他自封盛安殿 每天如今地 佳之勇 我感到时封他 越久越感变 我感到时封他 越久越感变 我感到时封他 祝福更加点 使我无非满意在地 如在天 我感到时封他 越久越感变 我感到时封他 越久越感变 我感到越爱他 祝福更加点 使我无非满意在地 如在天 我感到时封他 越久越感变 我感到时封他 越久越感变 我感到越爱他 祝福更加点 使我无非满意在地 如在天 我感到时封他 我感到时封他 越久越感变 我感到时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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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久越感变 我感到时封他 我感到时封他 越久越感变 使我不被满意在地如在天 我感到时风它越久越甘甜 一起来唱 我感到时风它越久越甘甜 我感到越爱它祝福更加甜 使我不被满意在地如在天 我感到时风它越久越甘甜 我感到时风它越久越甘甜 我感到越爱它祝福更加甜 使我不被满意在地 如在天 我感到时风它越久越甘甜 弟兄姐妹当礼拜团 礼拜团继续地唱的时候 我们要做一些祷告 我们祷告主说主啊 把我心中的那些在服事上 所带给我们的压力 重担全然的卸下 我们也祷告在越爱神 跟随神的这个过程当中 尽管我们心中有一些负面的话语 今天早晨 封耶稣的名完全地除去 我们祷告在这个神的恩典当中 我们在侍奉这条路 可以越侍奉越甘甜 我们为每一个兄姐妹祷告 今天你服事上的重担会脱落 而且恶者没有任何攻击的机会 在你的团队里面 敬拜团继续地唱 我们就开口来祷告 对了为你自己来祷告 今天领受从神来的这个爱跟甘甜 能领导你 即便在服事上面有任何的脱口 封耶稣的名完全地除去 让神的祝福领导你 上帝知道你对他的爱 今天就再一次地把重担写给他 哦 主啊 我们只爱美你 听我们前面继续地祷告 让圣灵来帮助我们 在服事上面的所有的重担都会脱落 负面的都会离开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主啊 我们赞美你 祝福每一个跟我们一起祷告的丢姐妹 在服事上面的那些 所有的那些不好的想法都离开他 主啊 赞美你 谢谢你 不容许二者有任何的根基 主啊 我们赞美你 如在天 我感到是风唐 越久越甘甜 我们唱 使我福贝满意 使我福贝满意在地 如在天 我感到是风唐 越久越甘甜 再唱一次 使我福贝满意在地 再唱一次 使我福贝满意在地 越久越甘甜 主啊 我们真的感谢你 我们这一生当中 既从仇敌的手中被救出来 我们就可以终生的坦然无惧 带着圣洁跟公义来侍奉你 主啊 我们越侍奉越感到甘甜 越侍奉越发现 这就是我们生命的目的 越侍奉越发现 主啊 我们一生最美丽的名字 就是成为耶稣的奴仆 成为主的仆人 主 我们谢谢你 让我们可以服侍你 我们谢谢你 让我们在你的家里面 可以侍奉你 主啊 我们何等的荣幸 可以服侍这位伟大的神 主 我们感谢你 主啊 我谢谢你 主啊 我赞美你 主 谢谢你 主啊 在我们未出母父以前 你就先拣选了我们 主啊 就看顾了我们 主 就先爱了我们 以至于主 我到现今的道路 主啊 我能够来亲近你 我能够认识你 主啊 我能够经历你的恩典 主啊 我能够来侍奉你 主啊 虽然过程当中 有些许的苦楚 有些许没有人知道的伤心之处 但主 你的恩典 却是大过这一切的 主 你的美好 却是大过这一切的 主 我说我要让你自己 成为我的喜乐 主 你今天把我其他的喜欢夺去 你让我单单靠着你喜乐 主 你让我单单因着 主啊 我的名在生命侧上而喜乐 主啊 我说我不因着 我有着服侍的力量 我能够赶鬼 我能够做什么样子的义能而欢喜 主啊 我要单单印着我的名字 记在生命侧上而欢喜 而主 你要帮助我 主啊 让我接下来的年日 继续的来侍奉你 主啊 我说我要喜乐的来侍奉你 主啊 我要用我喜乐的心来侍奉你 主啊 因为我知道 你愿纳我乐意在你面前的摆上 主 我谢谢赞美你 主啊 赏赐在于你 收取也在于你 主啊 谢谢你 你赏赐给我们有许多的恩 恩典 恩赐 但主啊 我知道我不是依靠自己的势力 才能站立在你的面前 主啊 能够站立在你的面前 乃是因着你的恩典 谢谢主 主啊 你说 凡劳苦但重担的可以到你那里 你就使我们得安息 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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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是那劳苦的人 我们背着重担在我们的身上 主啊 我们常常忘了我们把重担 就是这样子的扛在身上 然后我们抱怨 我们说负面的话语 哦 我们对我们的肢体 对我们的弟兄姐妹 我们也抱怨 主啊 恳求你赦免我们 主啊 主啊 让我们就是单单的来仰望你 让我们来跟从你 主啊 你吸引我们 我们就亲近你 主啊 我们就单单的来到你的面前 主啊 将这重担卸下 因为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生命的主 你是这一切的主 主啊 恳求你帮助我们 我们每天早上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就更新我们自己 在主耶稣基督里面 就凡事都成为新造的 主啊 让我们真的是和我们过去的这些伤害 我们就说再见 主啊 因为这些伤害印着你的保险 主啊 你帮助我们 我们就长出新的肉 这些伤口长出新的肉 新的皮肤 我们就变得比之前还要更加的强壮 主啊 让我们不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来服侍你 主啊 让我们越服侍越甘甜 因为我们是与你一起服侍 是真正的与你一起服侍 享受那个美好的甘甜 谢谢主 恳求你帮助我们 主啊 你帮助我们 主啊 恳求你修剪我们 主耶稣 我们知道你听我们的祷告 谢谢你 哈利路亚 谢谢你 主啊 我们真的发现 越祷告 越侍奉 真的越久越甘甜 主啊 主啊 在我们当中 有很多人服侍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四十年 主 我们一直享受在神啊 我们侍奉当中的喜乐力 主啊 谢谢你 因为我们真的知道 越服侍越甘甜 这是我们的力量 这是我们从你所领受 最美最美的恩典 主啊 不是我们可以靠自己站立 不是我们可以靠自己来服侍你 主 乃是你把一个这样的心智 摆在我们里面 主 使我们可以 不管面对各样的困难 争战 我们仍然享受在 事奉里面的喜乐与平安 主啊 谢谢你 我们真的要说 越服侍 越敬拜 越来越甘甜 谢谢主 主 谢谢你们 谢谢你监选了我们 主 谢谢你 主耶稣 我们过去我们是罪的奴仆 主耶稣 但是你监选我们成为你的仆人 主啊 能够来侍奉 主耶稣 我们以能够来侍奉你 为我们最甘甜的事 主耶稣 能够服侍你 主啊 是我们生命当中 最值得喜乐的事情 主耶稣 求你 主啊 给我们仆人的心 主啊 能够继续的服侍 带着从你而来的爱 能够来服侍 主耶稣 我们谢谢你 谢谢你 使用我们 谢谢你 主 谢谢你 知道今天你透过这首诗歌 有信息给我们 你在向我们的心说话 你给我们一个讯息 在我们中间有一些弟兄姊妹 你觉得你的服侍很疲倦 你正在想用什么方法可以把一些事奉推掉 把一些事奉交给别人去做 你觉得你需要休息 但是我觉得主有一个话给你 你需要的不是休息 因为你真的觉得疲倦的不是身体上 是灵里面的 是情绪上的 你需要的是服侍里的喜乐 主要把一个新的 一个更新的喜乐赏赐给你 主给你一段经文说 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 要成为你的力量 你的疲倦需要有力量 你的疲倦不是休息 不是把事奉推掉就可以重新恢复的 你的疲倦是需要有一个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 要成为你的力量 主把十篇四十二篇四十三篇给你 我的心呢 为何在我里面忧闷 为何在我里面烦躁 应当仰望神 因为他笑脸帮助你 你会有一个喜乐 是当你抬头的时候 你看见主笑脸帮助你 因为他是你脸上的荣光 他是你脸上的帮助 他使你抬起头来 他使你被光照 他使你得着帮助 他使你得着喜乐 他使你得着力量 靠着神的恩典 把心中的忧愁 烦恼 烦闷 烦躁 从里面赶出去 主要做这样的工作在你的生命里 你愿不愿意让主做呢 你愿不愿意让主在你的生命当中 做成神荣耀的工作呢 我要请刘牧师带我们再唱一遍这首诗歌好吗 再唱一遍这首诗歌 主把一个喜乐的恩高给你 我接受主耶稣 主要带你重新走过这一段 去跟随他服侍的路径 我主在 这一路走来 主的恩典够你用 主的能力 在你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你的疲倦 你的疲倦 不是把事奉推掉就能够解决 你要解决的不是工作上的问题 你要解决的是你跟神之间 你需要恢复那个跟神之间爱的关系 主叫你 抬头仰望神 祝我福杯满意在地 入在天 我感到侍奉他 副歌再来 越久越甘甜 我感到十分大 越久越甘甜 我感到越爱他 祝福更加甜 是我父被满意在地如在天 我感到十分大 越久越甘甜 五歌再来一遍 我感到十分大 越久越甘甜 主把这样的灯膏给我们 世奉主 越爱他 祝福更加的加倍 是我父被满意在地如在天 我感到十分大 越久越甘甜 我感到十分大 越久越甘甜 我感到十分大 越久越甘甜 我感到越爱他 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 是你 是我的力量 我感到十分大 我感到十分大 我的心为何在我里面 为何在我里面 烦躁 我感到十分大 我感到十分大 越久越甘甜 主啊 今天我们向你求 愿感动写歌的这个人 感动他的灵 加倍地感动 今天一起唱歌的人 一起领受这首诗歌的人 我们可以从心里面说 是的主 因着你的恩典 我可以从低潮重新站起来 我可以从低谷里经验 你把我救拔出来 从忧郁 从烦躁 从惧怕 从疲倦里面 你把我们救拔出来 我们可以从心里面 口唱心和说 真的 侍奉主 越久越甘甜 主 谢谢你 主 谢谢你 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的名求 阿们 阿们 谢谢主 其实很多的时候 疲倦也是一个树林的征战 在尼西米 在面对城墙的建造的时候 第一步 他先面对外面很多仇敌 各式各样的攻击 但是当那些攻击 告一段落 因为仇敌发现 没有用 因为我们这样子的 这样子不断地攻击他 尼西米知道我们在做什么 还是尼泽经文 当我们知道仇敌在做什么的时候 他们就不来了 就跑了 但是当外面的攻击 告一段落的时候 接下来第二步的攻击 就是内部的攻击 内部攻击从哪里来呢 是当这些人做工到疲倦了 累了 身体上疲倦 然后也会有情绪上的疲倦 然后连带的 灵力也跟着低沉 然后他们就开始有很多的抱怨 就开始有很多的一些 彼此之间的攻击 那是更大的一个树林征战 但是在这个时刻 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 回到神的面前来 你需要安静 抬头仰望神 奉主的名祝福你 祂笑脸帮助你 每一次我读到这里都很感动说 我那么不好的时候 这段经文是怎么说的 它说我的心里 为什么在我里面忧闷 为什么在我里面烦躁 那就是说 我这个人 整个人已经情况很不好了 天天一天转在那个忧郁里面 然后里面充满着烦躁 他不是忧郁就是躁郁 人落到最不好的景况的时候 当人落在最不好的景况的时候 神给我一个恩典说 我可以抬头仰望神 我可以仰望祂 而且祂看着我的时候 不是摇头说你又来了 你又软弱了 你又糟糕了 你又失败了 你又掉到你的问题里去了 不是耶 祖是笑脸帮助我们 祂像一个慈爱的父亲 祂知道我们的软弱 祂体恤我们的软弱 然后祂很高兴说 你软弱的时候会来找我 我是个做爸爸的人 我觉得我再也没有一种更大的喜乐 是当我的孩子知道 他们出事的时候 有难处的时候 有问题的时候 会找我 我不担心他们的问题 他们还那么小 他的问题 我会替他处理的 但是我怕的是 他出事的时候不找我 到处乱抓 用自己的方法 再把情况越弄越糟 他只要找我 我就笑脸帮助他 我只要找他 阿巴夫就笑脸帮助我 你只要找他 天上的阿巴夫 一定会笑脸帮助你 真的 因为他是 爱你的父 他不是个教官 他不是 训导主人 他不是警察 在后面天天盯着 看你哪里做坏了 他是你天上慈爱的 阿巴夫 来跟阿巴夫祷告好吗 诚实地告诉他 你的光景 说主 我需要抬头仰望你 刘牧师领我们祷告 主啊 主啊 我们真知道 是我这个人 现在真需要抬头仰望你 主啊 为了每一个 正在经历 被二者 好像用很多的方式 想要打倒的 弟兄姐妹 为了他们祷告 上帝让我们惊艳 我们何时抬头 何时就得到力量 主啊 因为你实在是我们的阿巴夫 主啊 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来找你 求你来帮助我们 主啊 还是特别恭敬的 为那些在服事上 有沉重的重担的 弟兄姐妹 祷告 你天天背负我们的重担 只要我们找你 你对我们说 我的单子是轻神的 我的恶是容易的 谢谢耶稣 听我们祷告 奉耶稣的名 奉主的名字 不要听在那里说 我还在靠我自己苦撑 你不需要靠自己苦撑 抬头仰望它 它是你脸上的光荣 它是你的神 它是你的主 它是你的父 抬头仰望它 这一位荣耀的主 笑脸帮助 我感到是风它 越久越甘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